從畫面上可以看到國道外側車道 警方和救護人員緊急來到現場 將傷者送醫 從地面上還依稀可以看到 疑似撞擊後的散落零件 似乎拖掉車也將小客車 拖離事故現場 昨天晚間七點多 國道一號北向三百四十五公里 岡山路段 一名三十九歲的男駕駛 開著白色寶石節休旅車 在中線車道時 不明原因追撞前方的化學槽車 從事故照片可以看到 白色休旅車車頭被撞得扭曲變形 撞擊威力十分驚人 因為嚴重凹陷 消防人員撐開車體後拉出駕駛 不過因為傷勢過重 仍當場死亡 根據了解 這名駕駛疑似就是 從高雄發跡知名的洗鞋達人 服務範圍從鞋子包包清潔 到皮革保養 事業經營的有聲有色 全台包括加盟店 一度有十三家店面 甚至還到中國開業 至於整起的事件事發原因 還有在進一步釐清 禁止 開車